还记得18年前火遍全网的谭谭交通吗 直到听到女记者的这段话 人们才明白谭警官为何会抑郁 这是一部被人们誉为国内总以天花版的普法节目 从开播之日起 谭谭交通与谭警官就迅速走红网络 甚至成了一种现象级栏目 他为人们贡献了无数经典报效名场面 然而他真正爆火的原因 除了搞笑轻松的节目氛围之外 更重要的是 人们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喜怒哀乐与人生百态 在谭警官的执法过程中 有几位人物让人印象十分深刻 第一位便是被网友称为现实版活着的富贵大叔 在一次偶然的执法过程中 谭警官发现了一辆非法载人的三轮车 三轮车上不仅装满了木头 而且还坐着一人一狗 看上去十分危险 在截停三轮车之后 谭警官和车主进行了简单的交谈 他告诉对方这样的行为是很危险的 然而听完大爷的回答之后 谭警官却顿时陷入了沉默 挖着这么多东西 还在着人在着狗 万一说再出个什么事 家里边的人都难道不担心你吗 你爸爸不管你 我爸爸死了 十一年 妈妈呢 妈妈死了二十多年了 那你老婆不管你 老婆也死了 十一年 谁把我懒惨死了 一起死了 哥哥死了十八年了 弟弟呢 弟弟在这 你好 难以想象 原来世界上真的有现实般活着 谭警官一时间错愕不已 家里边发生这么多的这种变故 但我刚才见到你好像特别的开心 为什么 往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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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给大爷一句轻描淡写的往前看 深深感动了每一个看过节目的观众 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人 光是活着就已经花光所有力气了 无独有偶 在2017年的一次执法过程中 谭警官同样也遇到了一个让人们纷纷泪目的小伙子 那天谭警官发现一辆汽车遮挡车牌违法上路 而且行驶速度很快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谭警官紧急拦住了车主 结果询问之后才得知 小伙子是要急着去医院输血 谭警官以为小伙子是要去医院献血 谁知小伙却解释说 听到这三个子 谭警官一时间愣住了 然而小伙子却一脸云淡风轻 听到这里 谭警官内心百感焦急 然而小伙子却笑着安慰他说 其实自己心态很好的 而且他还打算在去世后 把遗体捐献出去 捐献给国家 还有什么生殖器官 国家人需要的 对帮助以后帮助这个病人 研究我这个病治疗 谭警官顿时忍不住心生敬佩 他问小伙子有没有什么需要 他可以借助节目呼吁社会 给予他一定的帮助 你呢如果说在这个等等方面嘛 如果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那你可以联系我们 寻求社会帮助 让大家伙都一起来捐助 好不好 这个有什么需要吗 没需要我把自己都捐了 小伙子的乐观豁达 以及无私奉献精神 深深打动了谭警官的心 同时也牵绊起了 屏幕外的每一位观众 在谭警官遇到的 众多感人事迹当中 最最让人难忘的一个人 莫过于气球哥了 谭警官第一次 与气球哥相遇时 是在2011年 那天气球哥一手骑车 一手拿着一把气球 而且还行驶在快车道里 出于安全考虑 谭警官将气球哥拦了下来 此时的气球哥戴着一副眼镜 面容消瘦而又黑 没想到他一张口 却让人人均不惊 因为看过谭警官的节目 所以气球哥对谭警官很是熟络 简单聊了几句之后 他便激动地表示 是要送一个灰太郎给他 你送给我干嘛 送你 你不要当我的爱上 在聊天中 谭警官得知了气球哥的悲惨遭遇 他出身底曾没上过什么学 辍学后进过场 也卖过假烟假酒 拉过三轮 如今靠着卖气球艰难度日 由于家里太穷 老婆早年间还跟人跑了 可这些沉重的话题到气球哥口中 却充满了诙谐和搞笑 说着说着 气球哥竟然还激动地唱了起来 在谭警官错 惊讶的眼神中 气球哥却越唱越起劲 正所谓请佛容义送佛男 到了谭警官惯例总结的时候 气球哥却忽然化身为细经 在谭警官身后又长又跳手舞足蹈 临走之前 气球哥硬是塞给了谭警官一个灰太郎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人们瞬间被这个乐观搞笑 又有些奇葩的男人吸引了 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气球哥 而谭警官与气球哥的缘分并没有终止 第二次遇见气球哥 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 那时谭警官正在教育一个骑摩托的小伙子 谁知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认出气球哥之后 谭警官亲切地上前打招呼 气球哥看上去更加消瘦了 他依旧推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 手里举着一把气球 寒冷的冬天里 他却只穿了一件单薄的歪套 就连鞋子都还是夏天的凉拖 唯一不变的是 他还是和以前一样乐观幽默 依旧细称自己的自行车是宝马 依旧喜欢唱歌跳舞插科打混 在谭警官总结的时候各种捣乱 这一幕让网友们笑得前仰后合 而气球哥也因为幽默回邪的性格和乐观的人生态度 在网络上彻底走红 有人称他为现实版的舒先生 也有人从他乐观的外表下 看到了令人心酸的悲情与无奈 后来的十年间里 气球哥突然间消失了 但他带给人们的欢乐与感动 却久久地留在每个人心中 终于在销声一几十一年之后 谭警官经过大庭 再次找到了当年的气球哥 此时的气球哥已经52岁了 他依旧孤零一个人 听人们说 他总是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 虽然隔着很远的距离 但气球哥还是一眼认出了谭警官 气球哥看上去很是激动 他比上次见面是更加消瘦了 脸上也多了皱纹 而他的手上也已经没有了气球 当年纳烂宝马自行车也换成了一辆共享单车 时代在飞速发展 周围的高楼拔地而起 然而气球哥却像是被人遗忘在了原地 他笑着说自己失业好久了 早就不卖气球了 谭警官第一次来到了气球哥居住的地方 那是一个如同废弃厂房搬捡漏的大杂院 月租两百块 然而气球哥却连这个月的房租都要交不起了 他的房间只有十几平米 捡漏的只有一张颇旧的木床 一张椅子 地上堆满了杂物 墙壁上每点斑斑 不卖气球之后 气球哥开始到处打零工 给人搬运东西 可却还是吃了上顿磨下顿 然而对于生活的窘困 他却只是笑着一笔带过 面对多年不见的谭警官 气球哥依旧热情满满 有时候我做梦都梦到木杰格里 做梦都梦到我 真的真的 你梦到我什么了 梦到你 还是穿一套警服 身材还是比原来很魁梦的 我的房子要是比建的好的方 我早就想给你见面了 听到这里 谭警官忍不住有些心酸 可气球哥却还是一如既往的搞笑诙谐 说着说着又开始手舞足蹈起来 还唱了一首歌来表达重逢的喜悦 尽管房间里脏落不堪 可气球哥的床头 却放着一本崭新的歌词本 对于热爱唱歌的他来说 那更像是一本精神实量 即便家徒四壁 歌词本却整洁如新 担心唱歌会吵到隔壁的人 气球哥拉着谭警官来到了阳台 阳台外是一片荒芜的野地 茂测的味道让人忍不住皱眉 可气球哥却笑着大手一挥 之后的聊天中 气球哥透露自己一天只吃两顿饭 早上两个馒头 晚上一碗方便面 可即便如此 他却坚持要请谭警官吃顿午饭 只因为他是客人 知道气球哥囊中羞涩 谭警官自然不让 反而还请了他一顿 吃过饭后 气球哥临时接到了一个生意 去给小超市搬运货物 搬一次可以拿20块钱 据超市老板娘透露 气球哥的生活其实十分贫困 几乎一直是吃了上等末下等 但由于每次干活都很卖力 因此他经常找气球哥帮忙 见谭警官也在搬货 气球哥连忙白手说道 谭警官别把你的衣服装了 搬完货物之后 气球哥说什么也要分给谭警官十块 只因为谭警官帮他搬了两箱 这让谭警官很是心酸 明明自己只有一颗豆子 可善良的人 却还想着要分给别人一半 很快到了分别之际 气球哥久久地站在墙边的阴影里 目送着阳光下的谭警官一点点远去 忽然间 他朝着谭警官的背影大喊道 谭警官愣了一下说 回台狼可能是过时了 但是我跟你说 气球哥你陪伴着至少两代人 他们的成长 我觉得你是不会过时的 相信我 我肯定不会过时 往前看 好 再见 好好好 再见 从2005年开播起 谭谭交通陪伴了人们整整13年的时间 然而十几年过去后 那个京剧百出关心人间疾苦的谭警官病了 给人们带来无数欢乐的谭谭交通也停播了 人们对此事议论纷纷 有人质疑谭警官其实一直都是在演戏 有人则试图将他推上神坛 质问他为何不去帮助那些可怜人走出泥潭 事实上 谭警官只是一个普通人 在过往3000多集的节目当中 他不仅很少开发单 还经常把随身携带的现金贴布给别人 很多人误以为他出名后家财万贯 却不知他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窘困 谭警官并非救世主 他只是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 在每一次查课打混笑点满满的闲聊中 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幽默 一边向人们传达正确的交通知识 一边鼓励那些深处泥潭的人勇敢面对生活 面对他人的苦难与窘迫 谭警官从不会将他们当作节目的笑料增加看点 而是始终怀有一颗同理心去看待这些普通人 这或许就是谭谭交通深受人们喜爱的原因之一 在谭警官的节目里 不仅有一本正经的普法教育 同时还包含着人间的温情与大爱 然而在见证了太多人间疾苦 却发现自己竟对此无能为力之后 谭警官的精神开始出现了问题 大概是18年还是 是我妈把我弄到医院去检查 伴随着节目的停步 网络上开始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揣测 有人抨击谭警官跑了 有人怀疑他靠节目赚钱巨星不良 有人觉得他已经宁则高知了 在各种舆论的重压之下 谭警官患上了中度抑郁 2020年 谭警官在社交平台上开通了自己的账号 由于一直对节目中出现的人念念不忘 谭警官又去一一回访了他们 令人欣慰的是 白血病小伙子依旧坚强地活着 甚至还成了事业又成的小公司老板 富贵大爷的生活有了好转 还组建了新的家庭 而气球哥则被人邀请去开直播唱歌了 如今 距离节目开播已经过去了整整18年 谭谭交通的价值和意义 已经远远超过了日常交通法规的简单传播 更重要的是 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个普通人最最鲜活的人生 以及每一个平凡生命中的伟大之处 这样的人生有欢笑也有泪水 有喜悦也有悲情 但却是属于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 真实的东西和来自普通人的声音 似乎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 或许谭警官慧和气球哥 以及他那过时的灰太郎气球那样 逐渐被人们遗忘在角落之中 然而他为我们带来的所有感动 却将永远存留在每一位观众心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